大X的瓜真的是从年头吃到年尾 是一点不消停啊 近日 著名狗仔爆出大X的汪小飞一案有了新进展 这次汪小飞胜数了 然而就在网友都在为汪小飞感到高兴时 随后经人消息传出 汪小飞而止被打 还爆了说大X要求汪小飞五天内支付400万 否则就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次话一说 引得无数网友惊叹 这是把父亲看自己的孩子 这事当成了一场生意 汪小飞在近期 开启了直播 各位网友亚纷纷来到了直播间汉热闹 他和母亲张蓝连密直播 来告知这次的官司打赢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张蓝 自然是非常开心的 但是很快网友们便发现了事情的不对 整个直播过程当中汪小飞是全程带着墨镜 而当时汪小飞并不是在户外 而是室内 没有太阳 为什么要带着墨镜呢 随后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在汪小飞低头时 能够看见墨镜下 有一条缝合的伤口 网友们开始怀疑 是不是被巨俊业吸打了 毕竟汪小飞独自一人 去往台北和戴X打官司 难度是官司没形 怒羞成怒 网友们开始纷纷留言 汪小飞眼看问的人逐渐增多 为了避免五会便开始回应 其实并不是被打了 而是在陪孩子玩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了 伤到了眼角 这话一句 也让网友纷纷开始冷嘲 而奉起戴X和巨俊业 急前的都是医食父母 难能打自己的医食父母 众所周知 韩国人即便是明星 收入也不会太高 毕竟在韩愚 明星只是个职业 所以巨俊业的家庭条件 也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也能看出来和戴X在一起 他的浪漫 基本都是不花钱的 可能戴X前任太有钱了 对于这一方面 并不太在意 毕竟他也没有体验过 这种实在的浪漫 一些小细节的浪漫 把X难捏得死死的 但是生活不止有眼前的狗扯 目前是做不了任何事情的 哪前要从哪来的 当然是上方折发的 向汪小飞索取更多孩子的抚养费 眼看着这种形式 自己的孩子 跟着自己的母亲 也响不到福 也是肯心痛孩子 于是他决定要争取抚养权 就在24日 汪小飞又在台北开了直播 月宜虽然没有露脸 却全情陪同 汪小飞真的是个好爸爸 一直很有耐心地听女儿说 可是很突然地月宜说了一句话 经到了所有人 这话可能月宜想了狠狗 也可能是临时起意 总之他有些吞吞吐吐 我不想让你生小孩 很显然 汪小飞也没有想到 女儿会来这摸一句 直接另在了原地 小月宜不过是个十岁的小女孩 怎么会想到这类话题呢 可见 父母离婚最受伤害的还是孩子 他们会肯没有安全感 月宜的情况又复杂了一些 大S再离婚后不久 就和巨俊叶再分 速度之快 完全没有给孩子们接受的时间 本来是爸爸妈妈和他 还有弟弟的幸福之家 结果住进了一个陌生人 而且还是语言不通的伯伯 如今好不容易和爸爸能够常常见面 月宜肯定舍不得这一次消失 虽然年纪小 但他很清楚 如果爸爸也像妈妈那样 有了新的家庭 对他的爱就会减少 可怜的孩子呀 这事在争宠 生怕爸爸会有别的弟弟妹妹 不知道大S看到这些会作何感想 还是说他有暗示过女儿这件事 这还不是最荒诞的 最荒诞的是在此期间 他进行带着自己老婆的妹妹 一家去韩国游玩 里面却没有自己的老婆 本来大S就在和汪小菲的哪个官司上 纷纷遥约 但是一群人却跑去了韩国 对此大S经纪人回应表示 大S有事留在家 去韩国游玩 这夫照顾小儿子这很正常 后来得知大S已经有11个月 没有参加活动了 甚至在他和汪小菲的官司当中 大S也没有亲自出席 很多网友开始好奇 他到底诈了 难道是生病了 那也不能呀 要是生病了 小S一家和巨进业 也不可能出去游玩 也不可能在镜头面前 笑得如此欢乐 而后他们到了韩国之后 去到巨进业在韩国的住处 也能看出孩子们衣会在沙发上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聚在小S和巨进业的视线上 小S和巨进业两个人 牵手跳起了舞来 看着如知晋卿的样子 估计两个人可能也是喝了不小酒 这夫和小儿子 一个露着半个肩膀 一个扭着屁股 这样网友们纷纷表示不敢看 难言正 而有的网友的关注点 也从他们的身上转移 到了拍摄的这个客厅的布局上 看着这个普通的豪宅 布艺的廉价沙发 不禁让网友们想到 大S可视随着一百万床垫碎角的公主 这样公主吃这样的苦 也是让网友们不禁大笑 离开了汪小飞 阶级了巨进业 大S要从公主变成灰姑娘了吗 回到上面那个话题 还有人觉得大S肯有可能是怀孕了 十一个月不参加活动 家人们一起出过游玩 亦不参与 种种迹象都表明了一次 再不久巨进业好友来到台湾游玩 多次询问大S的情况 表示相见一下大S时 巨进业吸出的结果 却是他不会出现的 他为什么这魔督定的说他不会 可能是怀孕在月子吧 这不禁让网友们开始分分盘点 在六月份的时候 巨进业和大S也是想过热手的 热手的内容是巨进业上厕所 都是抱着大S想的 大S不想吃饭 也是巨进业一口一口的位级大S 还说大S的身体很虚弱 不能走太多的路 当时妹妹小S吓得紧忙解释 说姐姐就是懒得出门 身体并没有任何问题 这也让网友们表示 这样不是大S的性格 他那么喜欢逛街 这也让部分网友表示 不是懒 是虚 是虚脱 结合现在的情况来看 很有可能 可能是怀孕了 如果大S真的生了孩子的话 大S向汪小飞索要四百万的事情 也说得通了 养一个孩子 需要很大的一不开笑 有网友公开了一个视频 视频中的主人公是吴忠献 他竟然在视频中喊话大S 说他没有良知 说他太过分 甚至是为前夫哥说话 这个视频总共几分钟 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说 大S做事情很过分 甚至喊话大S这样做真的失得了 还说这样做真的不好 吴忠献这次看汪小飞发声 实在是痛快 很多网友纷纷喊话 终于有人理解前夫哥了 大S跟前夫离婚这摸多年 两个人的恩怨 一直都没有停止 从刚开始的互相不交流 到现在两个人 直接在法庭上打官司 他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远远不如从前了 而且大S的态度也非常明显 本来两口子的事情 现在骂得人人皆知 老人都觉得这样不好 毕竟是夫妻一场 骂得这摸姜岩对谁都不好 而且两个人怀有孩子 在这段感情中 孩子是无辜的 是不应该受到伤害的 所以这次大S生完孩子以后 吴忠献发声喊话 吸前夫留点面子 吸孩子门楼下一点好印象 不要做的这摸决绝 自从大S跟光头结婚之后 大S的好运就好像 是被用光了一样 经常出现一些黑了 从一开始的被爆了 吸吊到后来高龄产腐 愿不少粉丝纷纷下马 光头就试来吸收大S好运的 从重点之后 大S跟光头就开始过各自的生活了 黄子搞爆了之后 大S成为了过街老鼠 光头选择回家找妈妈 后来就传出了大S怀孕的消息 一开始大家以为是大S 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因为当时正好是黄子 搞爆了的时间段 所以大家觉得 这就是大S的援兵之计 但是随着事情发展大S怀孕的消息 慢慢被放下 紧接着就是大S已经在韩国 生完孩子的消息 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 但是有媒体爆料 大S这次生孩子完全是为了光头 因为光头的妈妈说 想要抱上亲孙子 想想光头的父母 已经70多岁了 再加上光头 这也是第一次婚姻 所以一家人 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值非常高 这也是为什么大S 在韩国机场被拍到的原因 没想到的是 大S前脚刚被曝光生缘孩子 后脚吴忠宪就开始爆料哭话他 甚至让他小心一点 吴忠宪在视频中好几次说失德了 也说了好几次 级前夫留点面子 还说汪小飞很无奈 还说大家干嘛一直关注他 朝着他打理 此前汪小飞出庭的时候 也确实是说过这些话 现在回想起来 汪小飞才是哪个最爱护大S的人 处处为他说话 而且经常跟个私情聊天 话说家里的事情 就不要爆料了 汪小飞已经给大S留足了面子 但是很不幸的是 大S一点都没有感受到 甚至一直都耿耿于怀 一点都看不上他们 一边是汪小飞 一边是光头 他们两个人对大S 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光头在看到大S受到伤害 甚至深陷舆论风波的时候 他选择逃避 但是汪小飞就一直喊话 他是我的前妻 也是我孩子的妈妈 不希望大家总是这魔关注他 总是这魔针对他 但是大S的心一直在光头身上 此前 葛思齐还跟大S一起合作 想要搞垮汪小飞 后来大S直接把葛思齐告上了法庭 这也导致后来葛思齐直接发火 在直播间喊话等官司结束之后 自己会再次爆料 而且是爆大料 说自己曾经为大S做的那些全部成为了炮影 这次随着事情的发展 葛思齐慢慢站在汪小飞身边 所以在开直播的时候 我们经常听到葛思齐跟网友们讨论大S 就在最近一次直播中 有网友问大花蛇大S下蛋了没有 后来葛思齐直接喊话 蛇不是卵生吗 间接回应大S没有生孩子 现在大S才是真正的四面楚歌 才是真正的腹背受敌 一边是跟前夫苟前不清 一边是跟现任生活不如意 再加上身上背注几个官司 自己每每生活更加不如意 这两姐妹 这日子过的实在是难 不知道接下来 他们会是怎么处理 好可笑 现在汪小飞 不紧要养住自己一家 还要养住别人的一家 但是这件事 要真是这种情况的话 汪小飞争取孩子的抚养权这一件事 是不是就会轻松一些料理 如今看来 不论是在直播间的言行中 还是私底下的汪小飞 都能看出来 对于孩子 汪小飞是付出了百分百的感情 汪小飞也很有可能赢得孩子的抚养权 不论怎样两个人 曾经也是相爱过的 不要因为离婚了就反目承受 孩子也是 不论判给谁 作为父亲母亲 都有权利和义母去照看的 最后还是希望两个人 能在这件事上协调好达成共识 本来父母离婚 最受伤的就是孩子了 不要让孩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